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小姐在面穿黑市 买了我三个青花瓷瓶 打了两次假 这脾气一般人没有 我佩服 这是见面礼 算是给您赔个不是 卤谣出土 您收还是不收 不用打开了 我们带回去好好瞧瞧 还有什么想问我吗 我们已经观察你三年了 没什么要办的 现在 欢迎你的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知道你的规矩 不吃回头客 但是我真的很欣赏你 我想和你长期混合 你的情绪特点呀和我很像 长期沉浸在压抑痛苦的环境里 很难开心起来 我想表达也不愿设臼 行为上带有严重的暴力形象 对吧 你也不愿意 即便是你杀了最痛恨的人 也无法完成彻底的情绪宣泄呀 这是病 你得治 你是个生而出众而又骄傲的人 所以不管你干哪一行 都会非常地出色 只是可惜啊 你沾了血了 你沾了血了 作为一个逃犯 哪怕你再有钱 也没有哪个性医医生敢为你来治疗 我跟你是同病相连 而且我已经久病生医了 我懂得一些条理的法子 作为病友 作为病友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的 治不了 我可能是你唯一护士的医生 那儿 跟你说实话吧 给你下了这一单 不只是让你护士小飞 他是个成年人 不需要呵护 再说 就算是替他找个保镖 也没必要找你这个 被满世界通缉的逃犯吧 让你护士小飞 其实是对你的考验 你完成得很好 你是我目前能找到的 最好的合作者 我希望 你可以加入我们 成为我的兄弟 因为条件 你就是找到医生 还没跑 并視你往前一块儿吃的 公司 公司 cuz fl 新闻娘 想让人亲爱给你 谢谢你 我们一起看看 鸥鸡 你们先在这儿等我 发信息给你们再进来 怎么了 姐夫 就两分钟 哦 老江的朋友 季先生对吧 老鸡 来 里面请 说得 外面还有两个朋友 我看蒙总这人那么眼熟呢 娜娜 你们进来吃点东西吧 来 大头迎一下 自己开的 随便吃 吃完了还可以拿 全面单 包大 季先生到了 乔叔 好久没见 好久不见 夏季先生了 诶 娜娜 啊 娜娜 姐夫 在这儿吃啊 对 哦 我去个洗手间啊 去吧 不好找 我邻你们去 兄弟 这是我小姨子 娜娜 你们找个包间单独吃饭吗 我跟朋友谈点事 照顾好客人 又不是你老婆 又不是你老婆 坐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和这帮人很熟啊 上次真的谢谢你啊 你叫古 古琳娜 古老板的女儿 我爸爸叫古建国 你认识他 卡里莎有个叫古木兰的 认识吗 听过 是个犯罪头子 我舅舅说他早死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 什么人 我去过你们单位 跟你们台局长签过协议的 我答应过他要保密的 你之前帮过我 我也想帮你 需要我现在帮你联系 陈凡叔叔吗 顾小姐 你什么意思 外国的水头可不养人哪 古老大呆得管吗 他说跟着五年前比 瘦了有十来斤了 所以想回家看呢 可以回来 在外游到那么些年 也想家了吧 古老板的意思是 体体面面地回来 跟过去的兄弟们一起 重振旗鼓 那是不可能的 这里对非法枪支的管控 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都延了 靠枪吃饭呀 以前危险 现在更危险 我听古老板说 枪叔手里 有一批上好的存货 真要是砸在手里了 挺可惜的 那不是存货 那是我节后余生的家底 是我百年之后的遗产 好 让我留得一下 就你的 就把张杰了 余警官 是你的好朋友吧 什么余警官 别瞎说 徐大洛 抱歉啊 你别太难过了吧 不过你来这儿 是来调查我姐夫 和那位老先生的吗 对不起 我不问了 来他们都不安排第一位 心事 还诰 지�の述货 我画是物几成的 我中国人感 números 是谷老大的小闺女吧 她好像叫娜娜 七八岁的时候我见过她 长得越来越像她妈妈了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 能没让嫁 谷老板 愿意按照市场嫁的两倍 来受苦 谈钱都上感情了 我和谷老大好歹兄弟一场 这项东西你帮我带给他 下个月是谷老大的生日吧 算我的贺礼 这样的箱子还有多少 谷老大想要 让他亲自跟我谈 强叔 我可以 你是个什么东西 打给他 要不然我打死你 秦先生 别激动 我们家老大 可是很久没有生气了 这会儿有时差 他可能不会接的 这个电话你现在不打 以后我怕是没机会了 喜欢我们玩的 随 ć 觉得我了 哪儿 meu 看 你 线 于 不然我 Explorer 挺会享受的 等我一下 你等着 这里不安全 难走尽量走 喂 刚才距离警告就告诉他 说在西部大本店看见了东西 外零 外零 我是段儿 你是不是刚才接了一个 金沙路的警告 不用过来了 我在这儿你放心吧 姐夫 外零 回家了 还没吃呢 走了 谢谢人 带雨显 佩哥 你们在 是 冷气呢 你要知道你今天跟些什么人在一块儿吗 爸还好吧 你是谁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慢点 不用理他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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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爸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他要干什么 你看他把我给打的 刚才还抱着孤木兰的女孩在这儿啃 他肯定有问题 留着他干什么 小叔 小叔 不好意思 下手狠了点 这叫重了点吗 谁怎么给你付钱呢 不认主的了是吗 昨天中心商场那个警察 是你打死的吗 不是 自己摔的 怎么着 算我逃上吗 没事 去休息吧 亲生的吧 他能不再给你牵着儿子对吗 他能不再给你牵着儿子对吗 这样子 嘿 кв 你好好看看 那是七国的亲儿子 他对于是古兰派来的 这件事情有三种可能 一 他和你七姑早就断了联系 他的出现纯属巧合 二 你七姑和古木兰一条心 他来咱们这儿就是来卧底的 如果谈不拢 直接从内部开始动手 你这些事情有三种可能 三 他是警察 就是来抓咱们的 我可定没人说 七姑在晏气之前 念叨的都是西北郎的事 喊的还是古木兰的名字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警察 小飞 这件事情上你干得不错 不论他是警察还是古木兰的人 这个人都留不得了 给我满枪 我现在把他请了 别着急 别着急 现在是一个关键节点 我和古木兰通过话了 洛晓晓沙漠虎一般的遗产 他没有直接拒绝 说明这事还有得了 如果他真是古木兰的人 贸然把他杀掉 会激怒古木兰 他我们的事情 很可能就泡汤了 古木兰为什么要害他 查咱们的仓库地址 探咱们的地 那他要是警察呢 警察自有警察的用处 变对不住 接好了 小婉 拍表好吗 好 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待着 陪着你 生病真好 我在这儿好好的 你就不那么好好跟我说话 那小婉 其实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很亲切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啊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啊 你穿一个 小碎包的裙子 一副村草不生的高冷的样 但你别说亲切 这亲切不就成亲人了吗 那你不是爱人了 还怎么那么喜欢 那你说 到底什么叫喜欢 我对你这样 这叫喜欢 陈凤 陈凤 我不想骗你 陈凤 其实 我觉得我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合适 我强势 就是 我有一个孩子 还有 我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你看我都病成这样了你 你不能说点儿好听的嘛你 好 那 咱们咱们不聊这个 叶婉 有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我跟我爸我妈 受到咱俩的事 我爸妈特别想见见你爸 可能 不太方便 我爸他很忙 而且平时不在汉北 而且平时不在汉北 我爸他很忙 而且平时不在汉北 这个人呢 应该是古木兰的代言人 抓了他 咱就再也摁不住古木兰了 喂 侯队 通知咱二大队 二十四小时监控西伯大饭店 包括工作人员的手机 其他人收队 你做医生 是不是跟你爸做医生 有关系啊 他是 心脏外科专家 我当医生 很大程度是受他的影响 我觉得你跟你爸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但他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好的丈夫 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跟我妈就离婚了 我妈要带我走 但是他不同意 虽然 他把我留在了身边 可是我不喜欢跟他一起守护 所以你就一直待在河北 也不回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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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之一吧 零八年的时候 他从医院辞职 在一个姓姜的老板的资助下 开了一家医院 他想让我过去帮忙 但是我没有答应 你为什么 那个姓姜的老板 好像不想去公立医院治病 为了我爸能给他治疗 特意单独盖了一家医院 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劝我爸别去 他没答应 所以你们俩就吵架 能以见 能以见 跟吵不吵架没关系 我跟他不是一种人 却不应该生活在一起 小岸 说实话 我上网查过你吧 你爸是心脏问题 这方面的一把刀 如果 抛开你跟你爸 执行感情问题 你觉得我这毛病 你爸有办法治吗 单从业务层面上来说 他是我见过 最好的心外科大夫 你不听说 你自己的遇到 这是一个爱的 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要不要做 叫你 这点 有一个爱的 然后你有没有 我的爱的 笔愛的 能反过你 我认为你 都有意思 你的爱 你当然想起来 你只是做 你什么词 那么 姐夫 我怎么感觉刚才饭店那些 都不像左人啊 你跟他们聊什么了 你叫古 古丽娜 古老板的女儿 卡里莎有个叫古木兰的 认识吗 你要知道你整天跟些什么人在一块吧 爸还好吗 你们卡里莎有个名人 大名人 叫古木兰 不过之前有个警察叔叔 问过古木兰的事 姐夫 咱们家 不会和那个古木兰是远房亲戚吧 卡里莎姓古的有将近十万 哪来什么亲戚 你爸爸的大名叫古建国 属于剑子辈 跟古木兰都不是一套家谱 可我感觉那个大爷很念熟 他是我爸朋友吗 不算 还有那个叫 小飞的 他也认识我 你现在在网上那么有名 认识你的人多了 那他为什么找我爸 可能是我跟他们说你是我妹妹 所以他们都以为 这个民宿的老板是你爸爸 是吗 姐夫 我爸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我真的好多年都没见过他了 乖了 那我能跟他视频吗 行了啊 你又赶没了啊 我去给你拿药 我去给你拿药 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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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关收费站消息 目标车辆已经不管 你注意还有什么动静 还在西部大饭店 人多眼杂 不方便直接联系 什么 你怎么样啊 还行啊 这小婉医生团队 那什么不让我守回春呢 啊 我要是不活过来 我对不起人家手艺啊 行了 别拼了啊 赶紧睡觉吧 是吧 沐医生的父亲 叫沐少白 他在卡里莎 有家医院 叫沐是医院 他那个投资人 姓姜 您帮我查查他的底线 我爱荐的赸人 不算 我可以进去 你怎么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高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真拿我当病秧子刺 病秧子还能站着呢 别拆求自己了 别 您师父 我这怎么没怎么定 这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你了你 你别让小马看见 高兮 我不伺候人 来 师傅 我让小马卫步 你坐会儿 你坐会儿 那 那姓江的老板怎么样了 那个古丽娜的监护人 叫江九平 昨天晚上你跟我提到 那个私人医院的大古党 就是江九平 这可不像巧合啊 但是穿起来 暂时这个古丽娜的态度 有合理 就说得通 卡丽莎啊 以前是这个 西培朗的重要居典 那里头关系错综复杂了 古丽娜就出生在那儿 被托福或者是 被寄养在一个普通人家 这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有没有联系 这一时半会儿还查不起 是吧 我 把我转运到卡丽莎去吧 是吧 把我转运到卡丽莎去吧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行吗 现在一海岸在外边冲总现真呢 总得干点什么 我总不能在这儿躺着等死吧 是吧 那个 私人医院 沐院长 那是孟小安的亲生父亲 他呢 就是国内非常有名的 心脏外科大夫 也许他那儿有什么特殊的办法 他能治我这病吗 您让我去 碰碰运进去 另外 他们妇女呢 这个关系闹得很僵 我呢 也想过去 给他们撮合撮合 我要是能当成这个合手 对小婉 那不也是件好事吗 别忘了你是警察 你当着以后 会不会打扫清水啊 我现在去 我就是个病人 对吧 再说我就是沐医生的朋友 谁会多想 如果顾莫兰回了她的事 一定不得风吹草动呢 我先过去听听风儿见 如果那个姓姜的 她底下有问题 到时候您再派断清过去 也不值 吴医生会同意吗 您同意就行 我到时候就说啊 这是您的命令 我不得不去 非常有事 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没适当 我来说 你没有想过 要做修理 不得了 来了 清锅喝茶 茶就不喝了 我来看看庄稼 自己人 这里就是我的仓库 知道黑山海吗 我来看看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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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成余人间烟火 流浪荒漠 心跳若听懂承诺 无数个我 永不回头 尽尘等候 放下拥有 我才懂自由 才会有我 你并来过 谁就会记得 我 谁想多可能 走出荒漠 我不寂寞 冥挤在你心中的我 还有更多 还有更多 如果我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尽全等候 放下拥有 才会自由 才有如果 才有如果 黎明而过 心就会 值得我 记得或 不记得 无论如何 都会在你左右 守护自由 守护自由的你我